请问文化教新免江泽 两点位 酷八日三日六六五日 在一月四月六日 获得艳雲欢慧人感日 小新同位阿弥陀佛书先说这个 生姓和欧姓生一万亿照片 最后八点位 请问金欧综合体育观八观在海 连的点位 酷八日三日六六五日 十一月五日星期日 小神通月功德日 圣喜与恶行成十万兆倍 下午一点半 金门金湖综合体育观 点签灯共签水 继大蒙山慈悲诗实法会 连的电话 082326651 十一月六日五日 连观世音菩萨 地中菩萨 七处杜杂九十减 趁上生死成秋 小神通月 小神通月观世音菩萨 连言教会 神经到欧姓生一千亿照片 甘忙 可复告留 11月8月6日拜三 修行同位讲到你 生行到欧行生十万教会 最后10点 心得普通达一 百区联合好生 点点 友情 到两方圆圆圆日 大梦山自比十四朝度发会 两个电话 空梨 梨旧一起八八五五 空三五三三七三六八 11月21号星期二 下午两点 马来西亚居然柔佛 慈悲甘露诗诗法会 见家喜帮带着 拥有整奥参加 阿密豆腐 生命殿市南区联合举办传授在家菩萨界 护生点万灯共万水 祭慈悲诗诗法会 恭请海涛法师 战眼法师 战使法师主法 日期10月29号星期日 上午9点 地点高雄福城高中活动中心 地址 高雄市凤山区五甲三路176号 联络电话 零七五五六九九一一 零七七二二一七四九 零七二二一二三二三 生命殿市屏东菩提道场举办心灵讲座 恭请海涛法师主讲 日期10月31号星期二 晚上七点 地点 屏东市中正艺术馆 地址 屏东市和平路427号 联络电话 087516018 087516018 前来道别的朋友 摩西哥的琼安 是一位非常善良的老奶奶 在她的住家附近 经常都有流浪猫狗出没 看到那些被人遗弃的可怜的小动物 琼安便决定 尽自己的力量来帮助他们 琼安 真是太谢谢你了 要是没有你的帮忙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大家都是邻居嘛 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忙的 你不必这么客气 琼安可是我们这里出了名的好心人 不管是谁家有困难 他总是第一个伸出援手的 盖死的猫 看我不打死你才怪 咦 发生什么事了 盖死的猫 跑到哪里去了 小姐 怎么了吗 哼 刚才 那只盖死的流浪猫 竟然偷吃我的汉堡 真是太可恶了 下次要是让我抓到 我一定好好修理它 最近我们这里的流浪猫狗 好像变多了 是啊 那些猫狗也真是可怜 被主人遗弃了 又没有食物 只能在垃圾桶里找东西吃 或是偷吃别人的东西啊 是啊 要是有什么单位 能够提供食物给它们吃就好了 流浪的猫狗那么多 哪里管得过来啊 嗯 或许我可以帮帮它们 啊 善良的穷安非常同情 那些可怜的流浪猫狗 于是 它每天早上 便带着一些食物 去路边喂它们 别害怕 过来吃吧 这些食物都是替你们准备的 快吃吧 我想你一定很饿了 慢慢吃 别急 我这里还有很多呢 小猫咪过来吃饭咯 渐渐的 来穷安这里讨食物的流浪猫狗 越来越多了 因此 穷安每天准备的食物 也随着增加 穷安 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我正要去喂这附近的流浪猫狗呢 啊 穷安 你的大袋子里装的全都是食物吗 是啊 天哪 天哪 穷安 你该不会每天都要准备这么多食物吧 嗯 没错 因为最近这附近的流浪猫狗越来越多了 总得让它们都吃饱 不是吗 穷安 你真是有爱心哪 每天用来购买流浪猫狗所需食物的费用也是很大的一笔开销 因此 穷安的女儿开始反对母亲的这种行为了 妈 你又要出去喂那些流浪猫狗了吗 是啊 它们很有灵性呢 现在我人还没到 它们就都已经在那里等我了呢 妈 你每天喂它们可要花掉不少钱呢 这样做值得吗 当然值得 你想想那些猫狗被主人遗弃已经够可怜了 我们只是尽自己所能提供一些食物给它们 让它们免于挨饿 虽然会花掉一些钱 但是却能让那些流浪猫狗感到温暖啊 好吧 我说不过你 随便你 你想喂就喂吧 穷安一直持续着喂养那些流浪猫狗 有时遇到了受伤或生病的猫狗 它还会将它们带到动物医院进行治疗 嘿 小家伙 你怎么了 啊 怎么会这样 得赶紧到医院检查一下才行 穷安 这只猫是你的吗 不是的 它是我家附近的一只流浪猫 流浪猫 穷安 那前几天你带来的那只生病的狗是流浪狗 今天又带来一只受伤的流浪猫 你们那里的流浪猫狗是不是全都归你管啊 我只是见它们可怜便尽力帮助它们一下而已 穷安 穷安 你的心肠可真好啊 穷安坚持照料这些流浪猫狗 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了 不论是刮风还是下雨 它也都会送食物去给它们 这一年夏天 穷安生了一场大病 但病床上的它仍惦记着那些流浪猫狗 怕它们肚子饿 怕它们生病受伤 医生 我妈妈的病怎么样了 唉 它的情况非常不好 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 你尽量陪陪它吧 安琪 我的病是不是不会好了 妈 你别胡思乱想 你不会有事的 唉 我这次住院住了这么久 也不知道那些小猫小狗怎么样了 它们这些天 有没有饿肚子 有没有生病受伤了 身患重病的穷安 几天后便撒手人患 她的女儿非常悲伤 准备为她安排一场隆重的丧礼 丧礼就在穷安生前所居住的社区举行 很多邻居都前来送穷安最后一程 穷安 这么好的人 怎么就这样走了呢 是啊 他生前那么热心 我们这些邻居 各个都曾经得到过他的帮助呢 是啊 他真是个好人 就在丧礼进行的时候 穷安的棺木旁忽然聚集了很多猫狗 这让他的女儿不由地愣了一下 还以为是亲友们带来的宠物 阿姨 这些猫狗是你的宠物吗 不是啊 我怎么可能带宠物来参加丧礼呢 是啊 我们是不会带宠物来参加丧礼的 那就奇怪了 这些猫狗是哪里来的呢 然而聚集在穷安棺木旁的猫狗越来越多 这时候 安琪发现他们是穷安生前曾经喂养过的那些流浪猫狗 他们一个个表情哀伤地围绕在穷安的棺木旁 似乎是来跟一直对他们好的人说再见的 难道 难道他们是来参加妈妈的丧礼的 我想是的 这些猫狗是来送穷安最后一程的 真没想到啊 这些小动物们对穷安这么有感情 也不枉费穷安这么疼爱他们啦 接下来请收看快的修行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尊贵的导师梭巴仁波切 是耶席喇嘛的新传弟子 两位喇嘛在1964年相遇 1971年在尼泊尔建立科盘寺 且一直为了把佛法介绍到西方的心愿而努力 1984年耶席喇嘛原籍了 梭巴仁波切一间独挑起领导物联会的重任 以不忍圣教衰 不忍众生苦的悲愿 使至圆满上师耶席喇嘛的遗愿 要在印度建造一尊尼勒大佛 促使大乘教法常驻于世 人波切所有的时间都用于修行或教导众生 中年马不停体力走访全球各地 推动种种弘法立身的事业 即使在视线变相的时候 人波切仍然不愿放缓脚步 人波切常说 如果我活着的时候 不能对众生有丝毫的利益 那我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转化困境为菩提道 三 利用问题来消除焦慢 每遇到问题时 要利用困难来消除焦慢 就像在前面所解释的 人总被业及妄念所控制 而不得自在 总必须不断经历三种痛苦 辛苦 坏苦 苦苦 谨记着 并想着 我将破除焦慢之心 那是销毁许多功德的敌人 我要破除罔顾众生的邪恶自喜心 在专心援念自己的困难时 焦慢 不会生起 就如入菩萨行论中所说的 为痛苦而烦恼可消除我慢心 并隐身对其他轮回众生的慈悲心 这种人 这种人也会谨慎地不造恶业 并被激励向善 由于训练思维的教法提到 受赞美并不好 被批评其实更好 换句话说 受批评的好处之一 是立即破除焦慢 不再错失 得以在人生中求进步 受到赞美时 以生起焦慢心 若任由焦慢心生起 乃是将投身于 无法自由修行佛法的恶趣 或身于贫困 或为低阶级 或为盲人 或为奴隶 众有极大报复 将对自己的快乐 或他人的快乐 无能为力 无法成功 重要的是 一旦有了我慢心 将无法发展 自己的心智或美职 甚至无法学习佛法 就如噶当派的 格西城教士 所有佛陀的教法 都在于破除我慢 调伏我慢心的 主要方法之一 是牢记自己的过失 念念不忘自己的成功 焦慢心就会升起 但若注视自己的过失 焦慢心就会从心中消失 例如思维着自己 思维着自己的骨知 思维自己对浩瀚佛法经论的认识 是如何为博 思维那些虽然知道 却未能实践的菩提道此地 有些课题自以为知道了 可能只知表面的字句 却未能真正了悟 思维自己 甚至对世俗的教育 也所知有限 甚至不能理解 自己五蕴及感官的本质 如是思维 有助于平息我慢心 四 随喜的利益 避免焦慢 嫉妒或忐怒心升起的 另一个重要修持是随喜 无论何时 听到别人成功要随喜之 即使对熟事的成就 也应时时修持随喜 例如听闻别人事业成功 应心生欢喜 听闻某人 无论是敌人或有人 找到了友伴 也要心生欢喜 想着 他们找到了所追求的快乐 这是多么美好 要为他们欢喜 就如自己心愿得偿般 换句话说 要爱人如爱己 他人得到安乐时 要如同自己得到 安乐般的心生欢喜 如果只知真爱自己 就无法感受到快乐 但若爱人如爱己 则欢喜心自然升起 如果关爱别人 当某人找寻到 所追求的安乐时 自己自然的也会感到欢喜 不须思索任何理由 无论什么人发生了什么好事 会自然地心生快乐 看到身材美好的健美先生时 心中想着 这人因着前世修持忍辱 及持戒 今世得到如此美好的身材 是多么美好啊 看到某人非常富有时 思维 这人前世不思众神 即供养三宝 现在有如此好的果报 多美好啊 若某人非常有智慧 或比自己更了解佛法 也应心生欢喜 若某人修了很多次闭关 自己却未有机会闭关 也要随喜之 把握所有这些随喜的机会 可以累积不可思议的功德 若他人心灵层次比自己低 那么为他所积的功德欢喜 可以得到两倍于他所得的功德 如果此人的心灵层次比自己高 则因着为他欢喜 能累积一半于他所得的功德 仅以随喜 无需深及口的大力张罗或特别努力 就能累积无数的功德 刹那间就能累积如虚空般无量的功德 修持随喜心是累积功德最简单最广播的方法 发现别人的优点时 即时的随喜 可以止息嫉妒 心怀嫉妒 会有阻碍别人成功及安乐的危险 反之 若弃绝嫉妒 修持随喜 总不能马上成功 也创造了将来成功的因 现在能因为他人修持佛法 闭关或得到了了悟而随喜 就造了自己将来能有相同体验的因 让娇慢及嫉妒之心升起 只会造成现在及未来成功的障碍 不仅是修持佛法及发展心灵的障碍 也甚至是这身中世俗活动的障碍 随喜是一种预防这种障碍的 极善巧心理学方法 也是日常生活中极重要的一部分 当别人成就了轮回中的成功 并找寻到所要追求的安乐时 如果能随喜 即能解决许多障碍 如果不修持随喜心 即自他想坏 无论这宝贵的人生持有多久 无论多富有多崇慧 或有多少世俗及佛法的教育 在生活中将得不到安乐及宁静 这是无法随喜的心 需使人发狂及激发不理智的举动 那么 无论能活得多长久 也终归不令人向往 持有狭满的人生及心中潜在佛性的心 才能为自己及其他众生 带来不可思议的利益 但若不运用这些修行于日常生活中 自己本身就会阻碍所有这些利益的发生 5.利用问题来净除恶业 问题的另一好处 是能用来净除恶业 思维所有我的问题来自我的恶业 熟记下面四大纲要 且运用于当前的难题上 业是必然的 业增长扩大 无因不着果 业永不失坏 例如 面临人际关系不和谐 或失去伴侣时 警惕自己在此生的恶业 也警惕自己在前世所造的恶业 例如 出于自私心 必承行邪淫或破坏了他人之间的恶物 如是思维 我曾造了恶业 所以注定尝到这果报 如果在前世中 我已弃绝了邪淫及其他恶业 现在就不会经历到这些问题 我的人际关系不和睦 充满了真质及问题 是因为我过去没有借出邪业 如果我在前世安住于善及借德行中 现在的生活就会快乐及和谐了 因为未曾造这些善业 所以我现在无法得偿这种果报 纵然也许需要摆结后才受到果报 但所积的业是不会失坏的 在适当的机缘 业将成熟 所以谨记着 在过去 我未能以四对峙力 禁除自己的恶业 即运用对峙法 菩提道次第来修持 这意味着 我未曾造任何因 以避免经历过去业报 因为我未曾 以做任何对峙行为 来制止恶报的发生 所以 我现在尝词果报 如此地运用前述四要点 于现前的问题 仔细思维 然后告诉自己 这问题是个教训 他告诉我 若不喜欢这样的问题 就应断绝这个因 即不善业 对于过去累积的一切恶业 第一要靠忏悔 即以四对峙力禁业 第二是不再犯恶业 如此 难提及成有力的教训 举例来说 密勒日巴在以巫术杀害了无数的人与畜生后 觉得我是非常邪恶恶的人 我必须忏悔 并进出这些业 且修持佛法 曾传受密勒日巴 称传受密勒日巴 去见马尔巴大师 密勒日巴持着强烈的求法心 去拜见马尔巴 即是就成就了正觉 有些人在遭遇到困难与痛苦的重创后 厌倦于红尘 于是拜访师父 接受教会 进而单独闭关 勤奋修持 并成就菩提道三要道 达到密序极高的证悟 最后成就正觉 例如在家人 比丘及比丘尼 起初他们并没有完全现身于佛法的意象 但因遭逢重大变故 使他们产生完全舍离的心 后来 他们成就了前进的佛法修行者 不畏艰苦的修持 并成就了菩提道上极高的证悟 不只要断起造大恶业 尽可能的连最小的恶业也要断 你欲求的不只是大喜乐 连最轻微的安适也想要 甚至在梦中也是如此 除了不要大麻烦 你连最轻微的不是也不要 甚至是做梦也不要有不愉快的梦 因此你连最维系的恶业都应断除 六 利用问题来激励向善 问题的另一好处是 经由问题你会变得乐善好事 逆境促使人修缮 赤匠仁波切尊者曾开示 困难警惕人们 若不喜爱苦 就必须放弃恶行 清净过去的恶业 并试着去积功德 遇到困难时 因为自己实际上要的是无困难的安乐 思维 如果想要没有困难的快乐 就该造快乐的因 能这样思维 平日生活中的困难 就可变成一个教室 他们激励自己造善业 即快乐的因 如果生命中一点困难也没有 你会由于太舒适而转移意志 不会记得要修佛法 困难 例如被诬告或因病或因失而苦 使人舍离轮回并尝试修缮 既然连最小的安事也喜欢 那么就不仅要积聚广大功德 也要积最微小的善业 如在食住坐卧四种行为中 都有机会积聚善业 就应把握每一机会 每次吃喝时 借着供养食物或饮料 来给三宝以造善业 尽可能地秉持善念 来关爱身边一切友情 不管是人或动物 试着供其所需 以帮助他们 竭尽所能给予他们 使他们高兴 纵使只是几句温馨的言语 或一些有利于他们心灵的谈话 也会减除他们的苦恼 使他们快乐 把握每一机会 每一深口意的行为 来增加自己的善业 七 利用问题来掌养慈悲 问题也给自己机会 训练慈悲心 即使是不相信 转世或业的人 也会同意具有慈悲心 是非常好的 想想那些 和自己有类似问题的人 想想那些 有着比自己 更多或更大问题的人 重视他们的问题 和自己的问题相同 但对他们而言 那可能是更大的苦难 何况 或许他们同时 也还有着许多其他的苦恼 思维 正如我要快乐 不要痛苦 其他的人也一样要快乐 而不要痛苦 这点我们是一样的 如果所有众生 都能离苦得乐 那该多好 除了发起这种无限的悲心 更要以大悲心思维 我要解脱众生的一切苦 如此利用问题 来训练大悲心 在他人不尊敬自己 或苛待自己时 谨记下面 入菩萨行论的教室 会非常有效 树叶使我受此伤害 但我不也因为 使他沦落地狱 深渊而伤了此人 极天菩萨的意思是 自己之所以受到某人伤害 是因为在前世中 曾伤害他人 因而使彼此间有了牵连 这过去的业 驱使那人 在这一世来伤害你 当那人不由自主 造下伤害你的恶业 这恶业 将使他人堕入地狱 因此 是你害他造恶业 事实上 是你将他投入地狱 若别人给你惹烦恼时 谨记这一教室 恼怒就不可能生起 反而会不由自主 自然地生起慈悲心 因为是由慈悲心所驱使 只会想用深口意的行为 来帮忙他人 而不是报复 只想要抚慰他人的心 使他人不再继续造恶业 并帮助他们 亲近过去所聚集的恶业 同样地 也可以用困难 来休息慈悲心 有苦恼 暂时和究竟的快乐就没有 别忘了其他许多 和自己一样 没有暂时和究竟快乐的人 他们和自己一样地 想求安乐 思维 若众生都享有安乐 该多好 不仅要生起无量的悲心 而且要发大悲心 我一定要让众神得安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慈悲的生命菩萨 你只要打开生命电视台 你就是生命菩萨 我们就一起在关心了世界 关心了所有生命 那些被杀死的动物 那些未超度的这些痛苦的众生 生命电视台一打开 就把这个力量一直在关心了他们 我们的家庭也得到了净化 所以各位一定要随时打开生命电视台 收看生命电视台 按照生命电视台的佛陀的正法来修行 那么更要护持生命电视大道场 让它法轮常转 普度众生 阿弥陀佛 打开生命电视 慈悲众生 和谐家庭 欢迎收看并护持生命电视 让此音转动 化解烦恼人心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 生命文化基金会 生命电视台北中心 举办八关灾解 点灯 护生 耀拱 即甘露试试法会 恭请战利法师主法 日期11月5号星期日 上午8点半 地点台北中心 地址台北市松江路26向5号 联络电话02-2522-4049 02-2522-4049 法会备有消灾超键排位 供大众填写 小城通月功得日 善行与恶行成十亿倍 生命电视台北生命道场 举办八关灾解 祭佛前大功 恭请战略法师领重 日期11月11号星期六 上午8点半 下午1点半 礼拜慈悲三昧水颤祭护生 地点台北生命道场 地址台北市民生西路300号二楼 点的电话02-2550-9900 02-2550-9900 地址台北自家路最小的天赋 地址台北辰 reality 亚大阪尾 地址台北巷 地址一介资亭 地址台北地址台北山 地址台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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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